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欢乐巨人队的另外一组战队 逗逗乐组合 他们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舞动夕阳 哎呀 这两个跳得太爽了 大伙 大伙 你叫什么呢你啊 你还不愿意了 妈呀 咱俩啥关系啊 同桌 发小 谁跟谁啊 谁跟谁啊 怎么了 大伙 你这不也叫管 哎 今儿咱们跳舞呢 没班 没班就不能跳了 那没班咋跳啊 你说你这一时打물你 你怎么啦 今儿又吓跑几个 你仰lam 都这样吗 赶紧把川谷 säga了 bent 哎呀 赶快歇了吧 要不然一会儿人家来了 还真把人吓跑了呢 休死了 李主任打电话说 是公园的东北角 没错啊 这人哪 大妹子 来了 来 来了 李主任你要来的吗 对 是李主任让我来的 请问 你们谁姓黄 我姓黄 谁叫黄历 我叫黄历啊 怎么都叫黄历啊 我是胜历的历 我是历亮的历 你姓鱼吧 对 我姓鱼 这就对了 我就是要找到黄历啊 都叫黄历 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一下子碰见两个黄历 哎呀 我还得找李主任 弄清楚到底是哪个历 哎 看我今天这事办的真没历 哎哎哎呀 你别走啊 你话没说完你走啥呀 你看我 你跟他讲个啥 讨厌 你在这干什么呀 这不找舞伴你吗 哎呀 就一个舞伴啊 我跟你说呀 大伙啊 别说你找舞伴 你就是找老伴也不能着急 得沉住气慢慢来 我这不是着急找那舞伴参赛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 别提你的参赛行不啊 咋的 你都参加18回了 哪回你获奖了呀大哥 我最后一次不获奖了吗 是啊 总共17个队参赛 你排的最后还是个鼓励奖 我跟你 接电话 哎 又怎么了 哎呀 那我得回去一趟 行了 饭店那边有点急事 我回去一趟啊 一会儿回来 别回来了 就回来就回来 啥样 还瞧不清我们跳国标的 这个李主任呢 比我还糊涂 他也弄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例 不过他跟我说吧 这个人就是 哎呀 是他 黄厉大哥 你还没走呢 啊 你巴上没找着 让我走啥呀 不好意思了 那什么李主任在电话里 跟你说的那个伴儿 啊 就是我 哎呀 是你啊 对 我姓鱼 我知道 我今年61岁 年龄不是问题 我比你大两岁 正好 看你的气质 那就是跳舞的 退休以前吧 我是舞蹈老师 哎呀 你是舞蹈老师啊 我愿意一辈子 做你的学生 哎呀 看你这谦虚劲 这事吧 他是两个人的事 那对 那一个人他肯定干不好 嗯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哎 我 我退休了 呃 有医保还有养老 开了个服装店 效益还挺好 现在就差个人跟我一起 你说啥呢 舞蹈啊 那什么咱俩站得漏半天了 要不咱坐下聊 哎呀 那边有咖啡厅 我请你喝咖啡 咱俩别喝别冷 不好 不好 哎 有啥不好 不是 这好 我请 哎呀 你说我招这几个人 他能干点啥 就这点破车 让我跑一趟 你当我搞对象 大伙 大伙 这肯定是跑哪去练去了 哎呀妈 真丑人 十八回参赛 没获过奖 一个跳舞标的 这晚上他还用练吗 不就只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大哥 你跳得不错呀 我就是随便比划这么几下 我不跳这个舞蹈 哟哟 跳这个玩儿呢 还掉价啊 哈哈哈哈 哎 你是不是叫黄历 是啊 是不是李主任让你在这儿等着的 对呀 太好了 我姓鱼 我知道 你说今天吧 太有意思了 这姓黄的和姓鱼的就对上了你说 那姓黄的和姓鱼的那不有缘吗 对 黄鱼黄鱼 干渣红烧 哎呦 这还挺有话 开个玩笑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今年六十一了 哎呀 年龄不是个问题 我比你大两岁 这不正好吗 你看你这个头 咱们往这一站 多般配 天作之合 大哥 你跳多少年舞了 我退休之前 跳过几年舞蹈 呦 这么说你是专业跳舞的 算是吧 哎呀 太好了 我觉得一辈子坐你的鞋上 这呀 它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那是 主要是两个人的合作嘛 对 你请坐来 好好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的自然情况 好 我退休了 有养老 有医保 家里开了个小饭店 效益还挺好 身边啊 就差这么个人 嘿 你看 我这不就来了吗 来得好 来得好 哎呀 大哥呀 既然你看我不错 我看你也挺好 那干脆咱们俩呀 就比伙比伙 来 上 咋去了 那个 大妹子 我觉得这个 它不是着急的事 呦 还是个腼腆型的 不是腼腆不腼腆 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互相先了解一下 我接着你 你接电话 来一会儿啊 喂 啥时候回去啊 快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吗 吃饭呢 别等我 老伴 你先吃啊 老伴 我老伴 这呀 一天天的 没事 吃奶的孩子扔不下了 有老伴啊 我老伴 特别支持我 大妹子 你等会儿吧 咋的了 你让我缓一缓来 不行啊 哎 干啥去啊 大妹子 听我说 咱们俩在一起 不合适 让你老伴知道了 他不好啊 哎呀 不就是跳个舞吗 你整个天见不得人似的 跳什么舞啊 国标啊 你是来找舞伴的吧 那我不找舞伴 我还找老伴啊 哎呀 妈亲了 大妹子 你听我说 真 不合适 我干啥呀 哎呀 这黄历大哥 您在这呢 哎呀 这黄历啊 太不是东西了 你说的是哪个黄历 就是那个 就那个黄历 他就是老黄历 哎 他咋的了 他都没把我咋的 不过 他在我前边 他都已经换了二十多个了 这事我听到 啊 二十多个 一个都没相中了 这叫什么人品呢 我能跟他过吗 等等 跟我过啊 啊 你不是来找伴的吗 我是来找舞伴的啊 啊 你是来找舞伴的啊 哎呀妈呀 我是来找老伴的啊 我是来找伴的啊 看 整场 你啊 哈哈 他妹的 哎 你是来找老伴的 你学着 你啥变书了 我们 你看你要找舞伴 你看我怎么样啊 啊 你是跳国标的啊 我比他国标还标啊 准呢 哈哈哈哈 怎么样 那咱得比划比划再说 好啊 来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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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们也跳起来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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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会在我们的舞台上带来 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 咱们先来听听自己的导师 潘晓晓老师他的点评好吗 来 有请潘老师 逗逗乐组合 其实说白了是 这几位都是我的老朋友 作为我觉得喜剧的老前辈 努力了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在舞台上 年轻的喜剧人 在这舞台上 他们拼的是技术 我们拼的是精神 什么倒喜剧精神不能倒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快乐 如果观众朋友们 能够看到台上 这几位加在一起 能有250岁差不多 差不多吧 所以一定要为他们 加油打气 好不好 好 谢谢陈老师 有请蔡明老师 我发现这个团队 有一个特点 演了三个作品 每个作品都是非常接地气 也就是说 都是我们生活中发生的 你们的作品 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而且每一个作品 都有它中间赏光的地方 最后的那个舞蹈 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了 极大欢喜 该找老伴的找老伴 可以找五万的找五万 极大欢喜 还那么阳光 希望今后创作出更多 让所有的广大观众 能够引起共鸣的 发生在他们中间的故事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也谢谢蔡明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哈林老师 她怎么来点评你们的作品 来 有请 你们反映的老年生活状态 是最真实的 当然我们看了很多的喜剧小品 都是年轻人 在半老人 总是有差距 恰恰你们反映了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老有所养 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走下去 在这个舞台上 还能看到你们的影子 谢谢哈林老师